沈老师你要是吃肚子很饿 你看到什么东西会很不开心啊 我看到一定就是 鱼肉跳小鱼肉跳小了吧 是 不是我其实我对吃的挑剔度非常低 我对吃的东西如果让我觉得难吃的东西 那可能是非常非常难吃了 有的时候甚至我跟朋友们去吃饭 他们觉得难吃不好吃的 我都尝了我都可以啊 哪有你们说的那么夸张 要是你很饿很饿很饿了哦 突然带你去吃那个日本料理弄冰了 是走丢了还是怎么饿成那样了 然后你吃什么你吃什么就是不这么说吧 先咱们说说一说一好事 就是你已经饿疯了 当时你看到的那个东西你感觉哇塞 全世界的春天全来了 红宝鸡丁 红宝鸡丁他喜欢吃红宝鸡丁 然后但是瞬间你过去之后还是什么 就是啪 然后在那面前的孔宝鸡突然变成了一个什么 你就感觉我去抽死了大嘴巴 你想想把这个 你想瞬间死 瞬间死没有这么年 就是变成了我们今天没有吃完的所有的小龙虾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